望线之星河滚烫 第三十九集 怎么也抓不住 魏无线回头看 石楚泽轩 他笑容和煦 一起走吧 我刚好也要回宿舍 男生的伞不算小 可是两个人称还是勉强 而且魏无线觉得哪里怪怪的 下意识地拒绝 不用了 你先回吧 我等雨停了再走 楚泽轩 这雨估计一时半会停不了 你下午不是要忙吗 魏无线沉默了一下 原本是打算去咖啡馆的 他看了看绵绵的雨室 点点头 那谢了 两人撑着伞走进雨里 楚泽轩把伞往魏无线那边侧了一下 从教学区到宿舍楼 走进路十来种就能到 魏无线心不在焉地走着 忽然听到楚泽轩问 你还在跟蓝同学复习吗 上一次他们在校园偶遇 他记得魏无线当时是这么回应的 嗯 还顺利吗 还行 蓝同学人怎么样 据说他几乎样样精通 无所不能 魏无线笑了一下 眼前浮现出蓝忘机的脸 心间微微发热 确实挺厉害的 挺厉害 那和我比呢 什么 魏无线不明所以 转头看向他 为什么要和他比 是比不上 还是无需比 脱口而出的问话 让楚泽轩自己都愣了一下 可是当下他想要一个答案 魏无线面色微脸 往旁边移了一步 皱着眉 语气明显的冷淡 在我心里 他不需要和任何人比较 楚泽轩哑然 明知道会是这样的答案 可是他就是不死心 想要问一问 看到魏无线眼底抹上的一丝愿意和疏离 心里的酸意又添加了几分 发现他半个身子显露在伞外 忙又把伞往他那边倾斜 不用了 谢谢学长 魏无线把伞推了回去 站出伞外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阿县 即便魏无线在迟钝 现在他也看出来 楚泽轩对他不只是同学朋友之间的感情 学长 你很好 但是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 不值得 那你呢 值得吗 嗯 值 只要是他就值得 可是你们并没有在一起 那我就有机会 而且你也不开心 我 魏无线愣住了 不开心吗 楚泽轩是怎么发现的 楚泽轩继续说道 阿县 如果不开心 为什么不看看其他人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他一人 我知道放下一个人很难 我愿意陪着你 可是 我只能喜欢他 魏无线清楚地知道 自己并不是勇敢到 可以无所顾忌的人 只是因为那人是蓝忘机 他才会如此地执着 曾经他自己也想不清楚 为什么非他不可 难道是因为那些缠绵的梦境 可是感情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 即便没有那些梦 他想他也是非他不可的 他知道蓝忘机的恐惧和不安 是来自他那些梦 他只能努力 一点一点地让他相信 他是真的喜欢他 与其他没有任何关系 回到宿舍 魏无线身上的衣服 已经是淋湿了 吃了个泡面 躺在床上 来回地翻着这几天 和蓝忘机的聊天记录 这段时间蓝忘机 每天都如他所说的 和他保持联系 哪怕有时只是一个字 可是从昨晚到现在 还没有发过信息来 魏无线翻了个身 揉了揉眼睛 又发了一条过去 晚上七点 我在老地方等你 发完消息 魏无线不去看蓝忘机 到底有没回复 起身拿了书去咖啡馆 出门的时候 遇到袁颂回来 袁颂见他精神奄奄地 问这是怎么了 生病了 魏无线摇摇头 没有 一出声 才发觉喉咙有些哑 不会感冒了吧 袁颂说着要去摸他的额头 被魏无线躲开了 哪有那么弱 就淋了一下雨 喝点热水就没事了 袁颂有种不妙的预感 看着魏无线执意出门 忙给蓝忘机发了信息过去 进了咖啡馆 有服务员早已认得魏无线这个熟客 朝他打招呼 魏无线笑笑 拿了咖啡上了二楼 他看了一会书 脑子里没记下什么东西 抬头看着窗外 夜幕降临 天空是一片漆黑 路灯映照着绵绵的细雨 显得有些萧瑟 肚子咕噜了一声 好饿呀 可是他一点胃口都没有 他也不知道蓝忘机什么时候会来 或者会不会来 创意墙上的时钟 布骨鸟叫了一声 七点了 蓝忘机还没来 魏无线又响起上午那通电话的女生 他有些心慌 他只有她了 可是却怎么也抓不住 倒刀tic дети